平川说明镜天天聊门瘦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高智能的二维二对军 来自于斗鱼杯的娱乐杯 那本次娱乐杯一共邀请了16只二维二的队伍参加 几乎囊括了所有中韩的顶尖选手和主播 当然除了莫儿没有参加 那这次连TH000和英斐都参加了 包括TED可谓是精彩绝伦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对抗双方的一个阵容 地图选择是一个叫进桥的地图 这张地图的话有很多的桥 所以说这样的位置 看看能不能守住 守住的话对方就很难进攻下来 那出生在地图右下角的两家 分别是蓝色的暗夜精灵 英飞 以及蓝色的人族TH000 好久没见 但他合体打2v2 好我们看一下他们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 分别是红色的人族Chemico 韩国的顶尖人族 以及红色的兽族 韩国的顶尖兽族 总结起来就是 是吧我们中国的人金 打这边韩国的人寿 好我们看一下本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首发英雄 英飞这边首发的是DH 恶魔猎手 这可是一个核心 后面的话主要看他的一个输出 我们看一下弹总这边 首发的是大法师 好我们看一下红色的养家 人族也是选择大法师 大法师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大 前期的话是把各种骚扰 后面团战暴风雪 我们看一下兽族首发的是先知 不出意外的话先知 又是配一个牙签仔的一个打法 好我们看一下前期双方 都是开始发育 这边DH过来练一下 这边的一个地金实验室 DH上来打了个加九的工具 不愧是核心 上来打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 我们看一下弹总这边 打法师也在立地 议练这个地金实验室 这里能打一个什么装备呢 好像打了一个水晶球 好看一下这一边 红色的人族 上来打了一个闪避护斧 那先知 先知的话不怎么练击 直接去骚扰 上来的话直接去骚扰 因非的暗夜 确实不能让暗夜 那么书心的发育出来 后续DH到三就有点猛 这边先知过来 一丝接也没有拿到 但是DH已经练到了二加 这段地图确实非常的大 等你过来的时候 对方第一个点已经练完了 那看看人寿的一个组合 就是寿族负责扫 人族负责练级 这边寿族的牙签仔 也是跟着大法师 那人金组合是上来先练 这边的话暗夜想继续练 但是外界完全不允许 DH的话一直被先知骚了 那这边DH干脆不练 去抓一下对方 我和你躲猫猫 反正我不怕你 那上来的话 这边弹总的大法师 马上要到三级 到三级的话 既可以受阻家里 是吧 压一波地洞 为自己的队友 应非报仇 那应非前期 确实家里的小精灵 非常的伤 被对方各种来骚扰 DH的话 一个人 追着先知 先知这一波 有点残 打的有点残了 双方的话都没有鞋 跑的都不是很快 这一边的话 人族Chemico大法师 打了个什么装备 哇 这个智力加三 加攻击之爪 我们看一下 单总这边 单总这边 马上到三级 马上到三级 可以撤 要继续练完这一波 好不练了 到三级 直接去压对方 DH的话 一个人 牵制两家 也是非常强 导致对方大法师 等级稍微落后了 一丁点也没有落后特别的多 马上也要到三级了 这一波位置 哇 大法师这个位置 卡的非常不错 DH DH 要卡到死吗 DH 赶紧交TP 哇 不得不说 这边韩国人族的操作 也是非常的强 那这一边的话 看看 单总三级大法师 直接去压一波兽族 拆一波地洞 直接把兽族的资源 打的稍微的 没那么多 DH的话 回家 家里紧水一喝 不过这一波 稍微有点危险 这边人兽的组合 除了这个兽族先知 没有 其他基本上都来了 这一波暗夜 四个AC 家里的紧水 不是特别的多 我们看一下 单总的话 单总这里的话 拆了一个地洞 选择TP 回来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但他对于2v2的理解 确实非常的不错 另外就是 这两个人的配合 默契度也非常的高 不愧是一个夫妻组合 好 相优来大法师 过来回救一下 Infit Infit现在要抓紧时间 去练一下级 让自己的DH 看看能不能到3啊 DH的话 到2级之后 一直在扛压 没有机会练级 哎 这个地图 在桥上站好 这个位置卡住 对方就打不进来 这一波的话 看看 AC在后面疯狂输出 那顶对富特曼 在前面扛 这个部队配合起来 就非常的舒服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话 人精 人精现在两个英雄 在一起 要先继续去搞事儿吗 大法师家里的话 暂时没有造商店 奥本身好 奥法圣骑士 这边打个点 要开始练中间的点了 那中间一共有四个框 练完之后 你可以找机会去开一开 这边人寿的组合 寿组赶紧进补一下 点击 前妻先知 一直骚扰暗一 自己的话 也没什么等级 这一波 哎 大恩总 过来一抓 那对方这个牙签仔碰到顶顿夫的慢 是完全没脾气 这一边的话 大法师 那也是三级了 想继续过来骚扰一下吗 那这里的话 弹总一直在打点 意思说 哎 帮我练完这个 我要开个分框 好 这里的话 兽足贴一个加速 先知 主要是靠先知的闪电链 来收割这些小步兵 这里的话 二级大法师 二级水元素 招出来 地头一丝血 拉开来 这一边 人寿的组合 确实啊 打的比较的舒心一点 我们看一下 目前人金这边 哎 竟然赶紧去练机啊 二发了一个熊猫 熊猫到时候团战起来 是吧 酒火一喷 也是非常的猛 DH马上要到三级 这里打了一个大无敌 这一边的话 这一波的话 看看 弹总这边练机啊 不是很安心了 主要是骚扰一下对方 不要让对方练得那么舒心 主要还是 让自己的 英匪队友啊 好好练 后面的话 靠DH和熊猫 疯狂输出 人族的话 更多是打一个辅助 大法师提供光环 后面洗个点 声暴风雪 那这一边的话 圣骑士主要是在一边 喊加油 还有随时啊 补充一下DH的一个血量 那现在双方 进入到了 暂时和平的发育期啊 双方到三 到三之后 估计就要各种打架 现在我们看一下 弹总三级的大法师 一直去骚扰对方啊 为自己的圣骑士 练机提供一个安全的保证 圣骑士马上也要到二级了 这一边的话 因非DH到了三 同样 DH到三之后 去牵制一下对方 然后自己的熊猫啊 赶紧疯狂双线练集 现在暗夜精灵好 三本身好 那只要自己的熊趴下 是吧 后面出一波山领巨雷 那人精这个组合就非常好打了 那现在人兽要抓紧时间 把暗夜给灭掉 否则打到后期 这个暗夜啊 确实山领巨人一出啊 实在是肉 这一边 哎 我们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 弹总骚扰对方 那对方两家合在一起 哇 直接把大法师给围住了 升级是一口奶 大法师没有TP 大法师有隐身斗篷 那隐个身 那对方的话要撒粉了 我们看一下 哎 有没有去安排一个人去撒粉 这里的话 大法师继续靠隐身斗篷 哎 继续 萎缩一下 是吧 你打不到我 那现在隐身斗篷是白天 黑夜都能隐身了 呜 这边派了一个小民兵啊 要去地军实验室买粉了 撒一波粉 一般撒两次 这个大法师要被杀啊 大法师 好 撒了一波 全体输出 大法师 那这一波大法师没了呀 没有TP 继续隐身 那还在撒一波粉 那短级大法师阵亡 哇 这一波人兽突然发难 三级大法师被杀 稍微的有点危险 也许赶紧回家补一波状态 熊猫的话双线 练到了三级 这里的话 熊 已经趴下了 但从这边大法师直接买了出来啊 幸好刚才的圣骑士没有杀死啊 如果双英雄阵亡 那这兵力真空巨 对方一波进攻 确实非常难打 刚好啊 人兽的组合要打团战 突然发难 杀了一个大法师 这一波看看 因非能不能守住啊 对方要开始找暗夜的麻烦了 大部队往前冲 猎头 人族的话破罚 加上步兵还有南无 真的是有输出也有补给 那看看暗夜这一波怎么守 熊猫已经到了三级 找个好机会喷嚇火 对方现在破罚还不是很多啊 这个AOE伤害还能打到对方 这一边看看蛋总 蛋总赶紧回防一下队友啊 这段地图确实比较的大 要慢慢过来 人兽这边 哇 家里民兵也敲了出来 哦 熊趴下 主要是靠熊往前一点 那现在对方 暂时破罚数量不是很多啊 熊还是比较强的 好 看一下蛋总 赶紧回救一下 因非 现在人兽人间啊 第一次大规模团战 双方各种操作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大法师开始暴风雪砸 到后面就看谁更刚啊 谁的AOE伤害更强 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人兽好像英雄的状态不是很好 哎呦 小歪上来直接被超空了 小歪没有生变啊 生的好像是加血 如果生变的话呢 有机会秒英雄 暗夜现在是 哇靠 破法往前一扛 主要可是靠AC的一个输出啊 然后DH DH状态不太好 可以保存回家啊 无敌直接交出来 这一波三级的DH 真的是把输出给打满了 熊猫的话 各种酒火一喷 哎呦 人兽的组合 这边破法非常残血 这一波看看人兽 能不能把这些残血的兵 全部拉回去 如果拉回去了话呢 这一波还是有点壮 现在看看 现在弹总这边的话 南乌数量也很多 双方人子打的就是一个辅助 一些方面是破法在前面扛 后面是南乌在后面加血 又升级是随时要保住自己的核心 不会被对方给秒掉 那这一波交战完下来 我们看一下 人兽啊 虽然说状态打的有点差啊 但是残血的兵都拉回去 还是很不错 暗夜这一波的话 幸好是靠熊的数量足够多啊 勉强撑住了这一波 DH这里的话 哇 直接买出了毒球 想追对方 但是人今现在没有留人的一个技能啊 追半天基本上是追不到 那对方哎 走到桥上 然后反手可以打你的呀 这个位置要是站好 可以反打的 你这些熊过来 在一个窄口的位置 小心啊 对方大法师 终于是买了重修之术了 老牛一脚一踩 你这一边人今要小心啊 不能冲 这一波冲进去 自己的兵集结在一起散不开来 对方一个AOE伤害就非常的炸了 这一波的话 琼扣莫追 这里弹总手里守一下 怕对方来反打 好 我们看一下 英飞这间找机会去继续去练集 看看要不要去开个分框了 好 这一边的话 英飞已经开了一个分框 弹总这里的话 在这里守 不让对方过来 然后英飞继续去找对方的麻烦 绕过来去找你麻烦 好 刚才那个桥确实过不去 那英飞绕过去 这里的话弹总待了半天 对方不在了 那现在双方人精一个组合再图合体 这一波开始反打了 刚才你来打暗夜 那现在人精一个组合去打兽组 好 这一波看看人兽怎么去防啊 人兽现在是部队数量还是有点多 不过外围建筑要被拆 换一下队友 队友还在练集 那另外这一波可以交一个TP过来回防一下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英飞是开着分框然后进攻 这打的运营非常不错 老牛上来 蓝被抽空 四级熊猫满血满蓝 找机会去喷对方后面的牙签仔 这里的话 酒火一喷 非常修复 暴法师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那对方的大法师也过来暴风雪一下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人精啊 主要还是靠熊和AC的一个输出 吼一下 输出部队非常高 三级DH在前面啊疯狂的输出 那现在圣骑是要找起机会随时买这个DH 不能让DH被对方给打死 毕竟DH在敌将丛中 哎熊猫熊猫及时往后拉扯一下 好DHDH一丝血身上的话 看看没有什么保密道具 直接熊猫保存回去 那这一波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这里的蓝屋拉开来 这里兽足开始偷这边的AC了 四个AC马上死了三个 这一波AC倒下的有点多 人精一个输出好像不太够了 AC全部被杀 那这里AC全部收好 暗夜尽力率先撤退 大法师垫后 大法师垫后也赶紧撤 这一波兽足突然发呢 把对方的AC杀的有点多 那暗夜这个输出不太够 好双方的话都各自进攻了一次 但是进攻方都是没有打赢 这一波我们看一下 人兽守得还是很不错 暗夜现在后面看看 转个金玲珑 那限制一下对方的法师部队 后面要开始出山领了 山领巨人一出 团战起来就非常的猛 那这一波打完 双方再和平的发育一下 主要是找机会开分框 某某这边分框已经开了出来 我们看一下 人兽这边暂时还没有开 那这里的话大法师去发意 然后人精 那这个暗夜精灵双英雄过来骚扰 勿用直接去骚扰人 走上来DH升到了四级 那这一波的话 熊猫状态不好 只能交一个TP 这里兽足可以找机会开个分框 这打到后面就靠运营了 是没有资源 还是很难打 大法师继续练 这里的话大法师四级半了 圣骑是三级 三级圣骑是二级的 那DH可以高枕无忧 这一波看看人组破法 数量已经很多 过来继续一练 这大法师的等级稍微比弹总的差一点 不过圣骑是经验多 收组继续练 收续已经是三英雄了 这里我们看一下 英飞选择继续去骚扰 继续去骚扰 DH熊猫两个英雄 等级非常的高 直接去人族家里搞事 哇山林也过来了 那现在看到人族大部队过来 要不要找机会 部队先撤一波 两个英雄现在是有回程 但是有回程也有单船 没事 到时候熊猫一个保存 把DH保存回去 然后熊猫自己单船撤的 这一波直接杀了五六个农民 很赚 非常的赚 还杀了一个男欧 熊猫把DH保存回去 自己单船撤退 那两个精灵龙呢 精灵龙也可以撤一波 这里的大法师 直接守在这里 我开着分框 守在这里 你过不来 这就是这张地图的特点 一般你要去打一家的话 要经过这个桥 对方直接在这守着桥 你进不过来的 这一波弹总很舒服 守着塔 然后等自己的分框开起来 因为这个分框已经运营很久了 这一波 因为去骚扰 但总开框 双方配合非常完美 我们看一下 人兽的一个组合 人兽的一个组合 应该是被对方骚扰的 有点难受 看看有没有想办法 大法师 直接就得下包包雪 你敢过来吗 兽足现在英雄等级 三英雄都到了三级 可以的 后面开始转头十车 头十车 这个砸下去 输出会非常的高 前一场比赛 人兽就靠这个头十车战术 赢了 赢了这个英飞和弹塔一局 这一局的话 看看头十车 能不能继续发挥 他的优良之处 现在双方的话 部队集结完毕 差不多要进攻了 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 是人兽没有分框 但是人金有两个分框 现在人兽主框已经踩空了 开始要打进攻了 这一波及时走过来了 那这里的话暗夜没有及时守住这个桥 好 对方进攻过来 那现在弹总赶紧要和自己的 和自己的队友会合了 这一波的话 这一波 弹总没有报人口呀 还在还在压人口 没有报人口 但是对方好像已经把所有人口几乎要爆满了 把所有的资源放到了部队身上 现在是暗夜 尽力一个人在这里等自己的队友 好 队友的话直接TP过来 阵型要控制好两家在一起 好 现在双方开始疯狂的输出 DH往前冲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对方小歪直接把你变掉 熊猫找机会一喷 哎呦 这三个精灵龙非常不舒服啊 卡个位置还能够垫一下你的法师部队 那这比较的话 破法数量非常多 在前面扛一下熊和山岭巨人 如果猎头 猎头非常难受 被暴风雪各种砸 还有熊猫各种喷 猎头这个没有输出环境 刚才的投石车也没有输出环境啊 被各种骚了 那不能安慰的输出 只能各种拉扯 哇 这一波打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哈 人寿终于终于阵型稍微调整好了一点 刚才这个阵型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波双方继续疯狂的对A 三个投石车现在已经升好了这个篮油啊 输出非常的高 哦 有山岭巨人都一定扛不住啊 一公两房的山岭巨人有点扛不住 现在大法师继续下暴风雪熊猫 家里喝水喝了差不多 大法师被一踩 哇 直接秒了 这边弹总四级大法师被秒 难道这一局要发生剧往变了吗 不过对方这个破法的状态也很差 但是四级DH依然很高猛 上来先把你的这些疯狂输出的投石车给A掉 这一波的话 山岭巨人一身血 哦呦 两个一身血的山岭巨人会被杀吗 哇 两个一死血的山岭巨人 一个6滴血 一个10滴血 哇 这两个山岭巨人竟然是收割掉很不错 哦 这两个破法 忙着去前下 没有看见这两个山岭巨人 哎呦喂 这人寿打的稍微的有点紧张啊 没有发现 这两个山岭巨人如果今年能拿走的话 他大法师很可能啊 可以升到四级半甚至是五级哦 这边人寿继续进攻 大法师暴风雪一下 我们看一下弹总这边的大法师 好 已经买出来了 买个单船赶紧回到前线 这一波没有大法师还是有点难 你看主要还是啊 圣骑士很不错啊 圣骑士随时在拿自己的DH DH继续往前冲 好 你们看一下 因为这边小精灵已经拉好 要去抱一下对方后面台的法师部队 现在弹总的破法继续补 DH啊 真的就像一个大魔王一样 一直往前冲 只要后面的圣骑士各种呢 反正没有后果主要 小精灵找好机会抱一下 他现在人寿的组合状态有点差呀 英雄买来 血量也很少 四级DH往前冲 以往无前 大法师暴风雪继续安排 投石车哎呦 砸的砸的很难受啊 没有一个输出环境 这里的话弹总的圣骑士也是升到了四级 熊猫已经到五了 熊猫可以找机会啊 家里喝口水继续进攻 这边人精啊 且打且退回家补一下状态啊 家里紧水一喝 但是人寿这边没有什么补给啊 主要是靠南无 但是南无刚才被小精灵抱得非常的难受 那现在大法师撞得很不错啊 身上还有一个无敌 山领居然往前一冲破法一顶 这边DH真的是如入无人之境往前冲 这边熊出来 给自己的山领居然加个烦恼环桶 这状态又补起来了 好 韩国组合人寿打出了激进 我们恭喜英飞和弹总的一个组合啊 直接3比1击败了韩国组合 夺到了这次的冠军 将近一共是3万块钱啊 亚军是1万 非常的精彩 好 喜欢本场比赛的朋友 记得点赢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